希望联盟方面出战人选名单也将近完成 马六甲西蒙主席阿德里今天透露 一旦中央领导城拍板定案 未来几天就会公布28名候选人 针对有人反对跳槽四人帮在西蒙旗帜下出战 西蒙会把问题带进内部讨论 阿德里今天联合行动党甲州主席 纳都郑国球以及秘书杨胜利召开记者会 汇报州内水灾问题后 被媒体追问有关州选的候选人进展 阿德里回应西蒙大部分战将名单已经成上 剩下一部分议席需要交由西蒙主席理事会来决定 针对柔佛马坡区国会议员兼大马民主联合阵线创党人赛沙迪 错请西蒙拒绝四名便捷州议员成为候选人于事 阿德里说这件事还没有定案 西蒙需要再做讨论 当被问到 本身会不会捍卫五级卡迪周一席时 阿德里不愿多做回应 只表示西蒙中央会在本月8号之前 公布完整的候选人名单 这一次的古城州选预计难逃三角战 公正党 行动党和诚信党 共同使用西蒙旗帜上阵 土团党 伊斯兰党和民众党 将在国盟的旗帜下出征 另外还有巫统 马华和国大党组成的国民阵线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